爸 咱们这次来 你能对人家赵大传好一点吗 人家劳心劳力的 要是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您别当着那么多人面说他 好不好 功劳和苦劳是两码事 这么多年 你爸爸我白手起家 我不会看错人的 赵大传功劳苦劳肯定都是有 再说了 我也不会平白无辜的去批评人 怎么的 你对他没有信心哪 信心当然有了 只是您一直对人家都挺苛刻的 我在这儿先替他求个情了 你说你这个丫头 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怎么能处处都向着他 你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巴 来 是 你这也 Pharise Supp Monst Geez 你拦住喔 拜拜 人民和民伟 哎呀 섯 Aut住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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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了 哎呀 哎呀 哎四季啊 看 CDU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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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爸 这是戈凳岭的规矩 贵宾到来 十公里以外就有人迎接 每隔两公里都有人接待 直到村里 这太隆重了 快下车 下车 欢迎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陈先生 这是我们的待客之道 请您用茶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尽量吧 来 喝点咖啡 来 今天的考察非常成功 我很满意 大船 大船 你最近的工作很得力啊 看来 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好人选 有潜力 要加油啊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努力 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戈德岭追加投资吗 因为戈德岭是著名的中药财产地 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 这算一个 还有呢 爸 您这是考试呢 算是一个小小的测验吧 测验不就是考试吗 没事 还有就是 我们这儿的人热情 负责任有诚意 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你想 本身我们这个村儿并不富裕 硬是拿出一座楼来给咱们当办公楼 其实挺不容易的 这也算是一个 爸 您可以了吧 不 大船 你好好说 放开胆子说 这都是为了公司嘛 那我瞎说了 我查阅过最近一段的行业期刊 也看了您给我的那几本专业刊物 还了解到几家大公司的经营情况 我认为 咱们公司在哥德领建中草药种植基地 是超前的 这怎么讲 现在 国内的中成药产业发展得很快 在这样激烈竞争的条件下 如何创新 就成了各个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 就像在前一阶段 咱们公司在国内同行业里 第一个采用了尊骨炮制 通过实践 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 而且市场反应也不错 据我了解 现在国内的那么多企业 不论大小 在药材收购上 都是靠上门收购的办法 如果咱们要是建立起 自己的药材种植基地的话 有几个好处 好 哪几个好处啊 第一 对中医和中药了解的人都知道 中药的疗效 关键是在于药材的质量 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 药材好 药材好 现在是种植基地的初期阶段 所以咱们和合作社的药农 打交道的时候 就可以明确 种植园区绝对不能上化肥 打农药 而且必须得保证是纯天然 无公害的种植模式 这样一来 从源头上 就控制了药材的质量 一方面可以确保产品的疗效 而且大力宣传这种模式的话 还可以增加产品的知名度 嗯 说得非常好 那第二呢 第二点 哥德林 是国内著名的中药材产地 咱们在这儿建种植基地 就等于是从源头入手 抢占高地 因为是咱们走在前面 所以 那些同行业的公司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国内一流的药材 进入咱们的仓库 走上咱们的生产线 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就有可能被别的公司 截足先登 上海风云变换 不进则退啊 你说得非常有道理 那么第三呢 第三呢 我认为 咱们可以直接和合作社打交道 而且签订十年的独家收购合同 这样一来 收购价格 就会远远低于咱们以前的收购价钱 可能前期投资会比较大 但是从长远看 这算是一个稳固发展的产业链 行啊大丑啊 本来就说得好嘛 只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好啊 说得好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可是 可是你妈说的话也太难听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哎呀 你说她老人家 就算说几句又有什么呢 你这耳朵听 那耳朵冒不就行了吗 说句不好听的话 她还能活几年呢 咱们俩好好的不就行了呗 你要是再能生个孩子 我不要 我才不要生呢 人家说年纪大了生孩子 身材不好恢复 人家四十多岁还有生孩子的呢 你不还年轻的吗 你笑什么笑 你笑我也不生 真的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跟我发那么大的活干嘛 哎呀 怎么跟你说呢 陈坤那个药业集团 在咱们各大岭搞了一个 中药材种植基地 也不知道这老耿和赵大闯 是怎么弄的 一下子投了五百万 五百万 这回老耿可牛了 还当了一个什么名誉总经理 咱们各大岭最适合进行中草药种植了 这是好事啊 好事 对我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说 我那个电子厂和这个药材基地比的话 也不差 就因为我是村主任 他耿小民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生生把这个给搅黄了 把我赶走不说 还搞了一个什么狗屁基地 对了 还有我的地 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那你的地啊 你的地还不是人家九居姐不要的财产 你一点都不吃亏 我吃亏大了 我原本可以拿这块地入股 那个药材基地就有我的股份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啊 老耿不同意 老耿不同意 这好事啊 都被他给占了 你的心思我还不明白 不是 我啥心思啊 你啥意思啊 你跟九居姐离了婚 那九居姐 就要跟老耿结婚 你是不想自己的前妻的第二任丈夫 比自己强啊 说白了 你还是在惦记他 胡说 我的心只在你这儿了 真的 只在你这儿 你说你也是 我跟九居都离婚了 你还吃他的醋啊 我哪吃他的醋了 是你在吃老耿的醋 笑话 我吃老耿的醋 我堂堂一个房地产公司大老板 吃一个小小的村官的醋 我脑子有问题啊 对啊 那就是个笑话 行了行了 别在这个地方胡说八道了 去办事吧 醋坛子 你 这 我这次来考察 这么急 而且又追加了投资 是因为我觉得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公司呢 虽然现在效益也不错 发展势头也很好 但是稍有不慎 就会跟不上市场的形势啊 面临灭顶之灾 建这个药材基地 就是因为我们要抓住 供应源头 控制原材料的生产 形成良好的口碑 这些都是原因 你刚才说的非常到位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 你不知道 爸 原因再多 结果还是一样的 不不不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决定追加投资 你想知道吗 嗯 大船啊 咱们认识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了 在这一年多里 我对你的认识 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好 当我知道 娜娜喜欢你的时候 我的态度 确实不好 确实不好 坦白地说 那时候我觉得 你跟娜娜在一起 不合适 不过我现在有了改变 你虽然是从农村出来的 但是你肯学 肯干 肯吃苦 作为男人 你有胆量 有情有义 这是在一些精英们的身上 所没有的 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 就因为这一点 我追加了投资 你还用于什么 赶紧谢谢啊 嗯 好